听说今天晚上七点多有反战集会 民众还是比较反对政府出兵攻打乌克兰的 所以这些警车估计都是去地方去执行的 装甲车警车都不少 这个方向是去特别尔广场基金广场的 就是去年反对派支持者举行集会的那个地方 前面已经过去一批了 这是第二批 今天突然普京宣布攻打乌克兰 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快 因为昨天才是联邦委员会允许授权 给这个俄罗斯军队 允许他们在俄罗斯国境以外的地方实施武力 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普京宣布就开始打乌克兰了 但愿这个战火点不起来 今天目前从大气上看感觉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似的 甚至我的那个手机的APP已经不能给自己转账了 这就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授权俄罗斯军队可以在境外实施武力的这个地方 刚才去那家银行也是人很多 现在这也是这家银行 也是俄罗斯储蓄银行 最大的国内银行 大家也是排队在曲线 它这个银行点里面也是大家在排队曲线